《街随待望,深色五回》 以毛泽东的线索来贯穿21到27年的影视作品并不常见 毛泽东他同时在共产党 国民党两党认知 他自己的经历 他的思想轨迹 他的探索的一个进程 都是处于不断的变化 成长蜕变的 回头看看毛泽东 他是怎么干出来的 他是怎么在干中 被党被历史 被人民选择为领袖的 毛泽东主席青年时期 摆揣着救国的梦想 一直始至不移地 不断地去探索 然后我们给观众的 更多的是一个结果之前的 用我们的作品 讲好中国图示 放大中国声音 我们大家都是 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来的 都是为了更忙忙 让每个人尽到自己 内心的一份力 一份责任 很多的年轻人 他们想去了解主席的故事 他的爱情 他的家庭 其实这些就是 非常生活化的东西 能够展现一些 他的经历 最大的难度是还原历史 这个还原历史的基调 基于我们对这个历史的研究 需要发现大量的实时资料 我们尽量的是还原那个时代 我们得走进这个时代 我们主要围绕的是 怎么样能够从影像上 让年轻人更能够接近历史 我们感应了一种 流化的一种温润的感觉 国民党阴冷一些 共产党这边要温暖 拍出来的画面很有质感 这部戏其实搭了很多的大场景 还原了历史上的 国民党的二大一大 我们复原过毛泽东的住处 清水堂 还有烧山冲 烧山冲体现的是家庭 生活的气息 上海体现出一种合租感 不光是他和养类 有很多的同事 一起找人居住 这部剧呢 有大量的历史人物 涉及的社会人权也比较多 关于这些众播的角色 我觉得首先要做出真实感 这样子的话 大家想会幸福 为了角色值得 孙中山先生先世之后 大家穿着北伐军的服饰 到那场戏的时候 是拿出那张照片来 按照那张历史照片去站位 把那个年代发生的伟人的故事 然后真实地呈现给观众 这是问苍茫 想要做好的一件事情 导演的意思 还是以真实 以写实为主 会欢迎战争场面的一个 真实感 有很多爆破 咱们没有做特效的东西 就是实打实的 没有虚的 包括手里端着的都是真强 很多这种跑炸点的镜头 都是我自己去完成 准备进攻 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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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强势的 咱们都听共产国籍的 我们所有的都听话 我们自己的都听话 你训他呢 坏了啊 没事 从拍机到杀青 每天工作16到17个小时 但是你得挺不住 不辛苦 这是演员应该的 大家在一块一起 坚定地唱国际歌 他们那种热血 魔向上 真的是让人突然起庆 我们过来看爱演呐 说非常的对美 这才是真正的歌 这些被国家谋出路的革命者 他们也是牺牲了自己的生活感情 甚至是生命 全世界的防洞者 穿击起来 希望今天的年轻人 看到问苍茫的时候 会真切地感受到 一百年前 这样一群年轻人 他们那么热烈地理想过 爱过 惆怅过 追求过 他们用他们炽热的理想 点燃了一个时代的光亮 刀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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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刀开